正在美國訪問的新西蘭總理瓦德欣說 美國如果希望與印太地區國家 加強經濟聯繫的話 就應該重返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 而美國這個星期宣布的印太經濟框架 只是為減少經濟磨擦進行討論的一個起點 瓦德欣星期三在華盛頓與美国國會議員見面後 對媒體說 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是促進地區經濟關係的黃金準則 美國2017年退出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 之後日本與新西蘭等協議簽署國 繼續推進協議的實施 並且將這個協議改名為 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美國總統拜登這個星期較早時候 在訪問日本的時候 正式公佈了外界期待已久的 被視為抗衡中國影響力的人態經濟框架 總共13個國家被列為這個框架的創始國 其中包括新西蘭 阿德欣說 印太經濟框架是討論數碼貿易問題 氣候變化和降低貿易磨擦的一個起點 但是美國如果尋求與地區展開經濟聯繫的話 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才是合適的平台 阿德欣謀求在這次美國之行當中 擴大對美國的出口 並且吸引更多遊客訪問新西蘭 現在是說明天啊 突然間在這次美國的出口 是說明天啊 因為我以為是在這次美國之間 協定是從這個失敗的 有些人在打敗的